恭喜恭喜 47歲的謝天華和太太結婚8年 終於成功造人 有港媒致電謝天華 她都直言不諱 現在太太懷孕10多週 特意不公不喜事 是因為想等寶寶再大一點 穩定一點才宣布 連她的父母都說 暫時不想太高調 而太太現在都有害喜 但不算很厲害 其實早前已有週刊報道 天華太太舒軟軟閉塞 令懷孕機會較為 不知道今次是否 人工受孕成功呢 但天華就說 不要信週刊的報導 而她透露現在不會停工 更會努力賺奶粉錢 亦要努力做家務 因為太太挺度爬高爬低不好 看來天華還要快點換新車啦 始終太太懷孕 陪你坐烈火戰車都不是太好喔 恭喜恭喜 47歲的謝天華和太太結婚8年 終於成功造人 由港媒致電謝天華 她都直言不諱 現在太太懷孕10多週 特意不公不喜事 是因為想等寶寶再大一點 穩定一點才宣布 連她的父母都說 暫時不想太高調 而太太現在都有害喜 但不算很厲害 其實早前已有週刊報導 天華太太舒軟軟閉塞 令懷孕機會較為 不知道今次是否 人工受孕成功呢 但天華就說不要信週刊的報導 而她透露現在不會停工 恭喜恭喜 47歲的謝天華和太太結婚8年 終於成功造人 由港媒致電謝天華 她都直言不諱 現在太太懷孕10多週 特意不公不喜事 是因為想等寶寶再大一點 穩定一點才宣布 連她的父母都說 暫時不想太高調 而太太現在都有害喜 但不算很厲害 其實早前已有週刊報導 天華太太舒軟軟閉塞 令懷孕機會較為 不知道今次是否 人工受孕成功呢 但天華就說 不要信週刊的報導 而她透露現在不會停工 更會努力賺奶粉錢 亦要努力做家務 因為太太挺度爬高爬低不好 看來天華還要快點換新車啦 始終太太懷孕 陪你坐烈火戰車 都不是太好喔 恭喜恭喜 47歲的謝天華和太太結婚8年 終於成功造人 由港媒致電謝天華 她都直言不諱 現在太太懷孕十多週 特意不公不喜事 是因為想等寶寶再大一點 穩定一點才宣布 連她的父母都說 暫時不想太高調 而太太現在都有害喜 但不算很厲害